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来越多台湾企业前进越南投资经商 由吴品珍理事长创办的台越工商合作发展协会 更扮演牵起台越企业双方交流的重要桥梁角色 2016年的时候台湾有推动新南向政策 希望更多企业到东南亚国家来投资或者经商 因此那时候我们获得中台北越南经济文化办事书 以及许多的台湾企业的支持 我们就召集了三十几家企业成立这个协会 目的就是希望协助台湾企业前进东南亚 尤其是越南 过去协会针对台越交流促成许多台湾与越南学校之间的建教合作 如今许多电子企业落地越南 协会更为培育专业人才尽心尽力 我们在过去协助的台湾企业到越南投资 尤其是这两年以来我们已经出生了像正规集团 还有永道 还有华生 等等的电子大赏的企业已经落地投资越南 另外就是越南政府在推动的越南商品到台湾来 我们在去年也协助越南政府在台湾成立的一个越南商品 就是希望就是协助越南的基业的商品可以再扩展一个台湾的市场 台业工商合作发展协会在2022年的二月正式成立了ICT产业合作委员会 除了把ICT产业的业者带到越南去投资 我们也推出了台湾产业工业园区 希望能够借着协助我们台商到越南去投资 少走弯路 我们强调的不单单是到那边去投资设厂 更重要的双方在ICT产业能够做一些互补跟做一些合作 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就率团台湾的厂商到越南河内还有胡志明市 还有勤举做拜访 了解越南当地生技产业还有生衣产业 看看有没有好的合作的方向 我们希望能够带着台湾的厂商联盟进入到越南市场 跟越南的官方以及越南的当地的厂商能够做进一步的结盟 能够把我们的产品跟我们的技术能够带进越南 跟他们有一个更密切的合作 然后也为我们的厂商开拓商机 从资讯分享 实地考察 选址到投资 一步也不马虎 如今配合越南政府的政策考量 协会为即将扩大的服务项目做足准备 期待能为台越创造更多经济奇迹 越南政府就是近期也开始推动半导体产业的投资优惠政策 因此我们台湾的许多企业也开始逐步的去了解 做投资的评估 协会也因此在守备 今年可能第一季就开始成立一个半导体产业合作委员会 希望结合我们这个平台跟越南政府借轨 来协助台湾半导体产业来前进越南 台业协会跟越南政府的单位关系很密切 它有第一手的资讯来源提供给这些会员参考 这些的资源我想对会员有莫大的帮助 我们不仅支持协助越南在医疗方面的提升 在经济方面的改革 同时我们也协助到台湾企业商机的合作 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跟使命 主要的目的在于协助台商 一 投资与经济环境之咨询服务 第二 推动人才交流 第三 媒合商机 第四 促进双方产业合作等四项主要的工作 如有相关之需求可洽 台越协会提供协助 台越工商合作发展协会 也提供台越双方企业协助 并且促成双方交流与合作 展现丰硕成果 未来也会持续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 继续为台越产业合作尽最大的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杨栩的使用 台越华主要的海陆 都未来也会持续提供 音楽 最小菜单 wit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